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鹤地 请大家多多关注KIDE 印象里的春天应该是家乡的比较深刻 万物复苏啊 然后什么生气勃勃啊 然后有吃着好吃的 然后和好朋友或者和家人 然后走在那种草原上 草坪上 公园里做饭 或者打游戏 或者看剧 看电影 因为那个背景是胡人拿总冠军那年换的 对 然后因为也是我的偶像詹姆斯 在那个球队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 然后拿到冠军 然后当时那年的胡人队的球队氛围 我觉得特别好 然后很团结 所以就是一直没换 就是还一直挺怀念那支胡人队的 对 我觉得就是认识越来越多的新的朋友 各行各业优秀的朋友 对 然后包括在星期六里面认识的这些嘉宾什么的 别的工作又第二次见面了 比如说什么郭麒麟 小郭老师啊 然后龙哥 汪素龙 龙哥呀这些 然后我们后面又因为别的工作又认识了 然后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就会觉得 就迅速的拉进了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种感觉一样 其实之前都回答的大部分是东方清仓 他这个本身这个角色的一些暗黑感呀 然后这个会去听比较很多暗黑一点的风格的音乐啊 那种交响乐之类的 反正就是会去找这种魔尊的感觉 但是其实演东方清仓还有一个很难的点是 他得演小兰花 就是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意思一个点 就是在剧情里面男生女生会互换身体 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会去演于书欣饰演的小兰花 就是在一个很酷很很很拽的一个就是那个外形上 但是演的其实是一个女生特别可爱的女生这种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难也蛮有趣的一个点 我觉得东方清仓的话会是更直接一点的 就更他的很多东西都很纯粹 就爱恨 然后这个情绪 他的所表达的东西都是很简单很直接的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他抛开 他是一个什么魔尊的这种什么这种 title身份他其实是一个很帅真的大男孩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消夺就浮屠员消夺的话 其实反而是一个更成熟 更有一个成熟男人魅力的一个这样的角色 他就是会比较心思会比较细腻一些 然后会比较丰富一些 对 然后可能包括设定上也是吧 就是一个是神话的一个是普通人的 所以在普通人的世界里面 这些东西就会更加的难和更加的丰富 就是心思缜密啊 这些东西会觉得消夺 就会给人那种成熟男人的一些魅力吧 会具备一些 嗯 那要看什么戏 对 什么类型的戏 如果是那种比较大的情绪戏啊 就比较悲的戏 就会把自己自闭起来 然后听音乐嗯 然后就尽量不和人交流 但如果是开心欢拓的戏的话 就是会比较享受现场的一个氛围 和对手们啊和导演啊和现场的工作人员 都是一个很欢乐 就是有说有笑的一个这样的氛围 然后让自己放轻松的在那个氛围里面 嗯 我觉得我自己更能够深度的去认知自己的角色和认知这个剧本 对我觉得主要是对自己角色的理解会更加的 那个层面会更深一些 我觉得就是自己更成熟一些长大一些了吧 对人生或者对生活的理解就会和 什么18岁啊20岁的自己会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和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 就是你每一年可能回头看自己演角色 相同的角色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吧 我觉得我是百分之五十哎 五五 我是五五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大部分时候还是理智的 就是偏理智一些的 但是生活好像或者无论干任何事吧 我觉得无论干任何事面对挑战也好 或者是面对你想要争取的东西也好 我觉得这种时候还是要有冲动在的 因为有时候没有冲动可能就干不成这件事情 或者说干不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是该冲动的时候就会冲动 对但其实平时大部分自己还是一个比较理智的状态 说个眼前的吧就希望我的这些代播戏赶紧和大家见面 哈喽我是王鹤地今天给大家送上一波小福利 当当就是这款海星恋人海藻精华护手霜 不管是木质玫瑰香还是清新花果香都很适合夏天 味道好闻轻薄不油腻 希望这款蕴含海藻精华的香蜂护手霜 让你的心情透透气 关注这条微博快来GET吧 关注这条微博快来GET